嗨大家好,我是巧兒,歡迎來到巧兒造咖 我又研發出梨麥的新吃法囉 梨麥常給人一種鬆鬆軟軟的印象 這款梨麥玉米煎餅 展現出梨麥也可以做出脆皮的口感 內餡加入多種蔬菜 一點點油就能把表皮煎得很香脆喔 推薦我就常買的加拿大梨麥品牌 很多人說梨麥有苦味 要泡水一陣子才能去除 鍋鍋拼完也經過獨特的造粗處理 不用泡水,直接煮也不苦 這次我們使用他們家的三色梨麥 一次可以吃到紅白黑梨麥 三個品種的綜合口感跟營養 只要稍微沖洗 水煮滾 蓋鍋、小鍋、燜煮15分鐘 一麥麥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省事方便啊 接著我們來備料 放碼在一起,胡椒粉 洋蔥切成小丁 大蒜切碎 青蔥切成蔥花 蔬菜的內餡大家可以替換成自己愛吃的蔬菜 像是紅蘿蔔、青豆都可以 先倒入我們的日式麵包粉 蛋液 跟起司粉混合均勻 讓麵包粉吸收水分 成為所有藜麥材料的綿絕劑 接著加入我們瀝乾的藜麥 洋蔥丁 玉米 蒜末 跟蔥花 用鹽、胡椒 煙燻紅椒粉調味 如果發現餡料有點在在的 這時候手心伸進去抓一抓 可以幫助餡料更緊實 準備一張烤盤紙 用挖勺平均分配內餡 這個食品的份量約可以做9顆 用鍋鏟壓平 接著我們來煎它 中小火預熱 加入1小時的液體油 下鍋之後先不要移動味 煎4分鐘左右 確認是否呈現金黃色 就可以翻面 另外一面也大概煎3-4分鐘 就是這麼簡單 梨麥玉米煎餅完成 它可以單吃也可以搭配醬料 我會另外切半顆番茄 跟番茄醬一起混合 增加一點酸味 跟我們略帶甜味的梨麥玉米煎餅 味道很搭喔 吃的時候會咬到啪滋啪滋的洋蔥 滴滴波波的玉米 和香甜的蔥花 吃小朋友也會很愛的健康料理 我是喬兒 希望你喜歡這次的食譜分享 我們下週見囉 Ciao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新影片上線之後 會第一時間通知你喔